在日本上班第一天 这不干活拿工资确实是嗨 就是有点累 老哥们我找入工作了 文科生干IT 上班第一天起个大早 来了之后发现我的车位 被一个高中小伙子停了 折腾一圈 差点第一天就迟到了 幸亏来得到 第一天都干啥 上午是个入社室开个会 然后告诉我们买保险的事 看过半则直述的老哥们都知道 日本对同期这个概念还是怎么说呢 就是同期一般都是同一个阵营的 那种感觉挺静靡的 我们同期几个小伙子是高中生 几个小伙子大学生 还有我 基本上第一天入社室 把能见的领导全见了 然后领导我们看完会回去了 留我们几个在屋里中午吃个饭 这河畔凑着是不便宜 能应该快赶上一天工资了吧 之前上学的时候 老师就经常说 日本的领导不一定是有能力的 他当领导 而是远得亲和力强的 我们这个社长确实是有千大爷那个风范的 中午吃饭的时候 这几个人点烙 烙碗锯冷场了 社长垫一句 烙碗锯冷场了 垫一句 那一部长说 前两天中暑怎么怎么地 说大家有意识的喝水 不要渴了再喝 不然会中暑 然后就冷场了嘛 冷了几秒钟之后 社长来一句 是啊 大家要注意呢 然后又说前一阵出差 然后吧 有人新挂了嘛 挂了之后休息 然后那个部长说他没得 不过估计应该是好的 又冷场了 社长缓了几秒钟说 是是是 大家得注意一点 中午结束了之后 下午就是交通安全课 一个本地的交警 过来给我们讲讲 然后就是安全课的 毕竟逛了 下车间嘛 这个安全一定要抓住 第一天的工作内容就是这些了 下班回家 这俩伙穿皮衣是真累啊 晚上整得有点睡不着觉 第二天早起上班砸着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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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